因为包括蔡英文呢 又跟这个受害警察的阿嬷承诺了 只是他承诺过多少 我们就一一回溯 在2016年小灯泡案的时候 蔡英文承诺要修补社会破洞 社会安全网 结果呢 进度如何 现在大家在问呢 进度到哪里呢 那2019年的时候呢 三年前铁路警察李丞翰殉职 蔡英文承诺要检讨 她说丞翰因公殉职 我们大家都很心痛 丞翰的妈妈说的好 她希望丞翰是最后一个 我们也会来好好检讨 结果立刻被网友呛 网友留言说 小英总统在三年前 铁路警察李丞翰的案子 表示不要再有下一个 这次是两个 小英总统真的没说谎 那在2021年的时候 她承诺什么 她慰问泰鲁阁号事故的家属 蔡英文承诺会提供最好的照顾 所以这个友志 你也觉得小英的承诺 已经不是承诺了 她的承诺还能相信吗 请问她的承诺 有几斤几两重 如果把屁放在天平的两端 跟她的承诺 屁还比她重 请问一下蔡英文的承诺 有什么意义 一点意义都没有 你还没有提到F51 她跟飞官的妈妈承诺 以后绝对不会再有 没有后来多少次了 摔这一季摔了多少了 你还没提到齐柏林 她不是也在齐柏林的 那个告别是说 我们绝对承诺 一定会继续为台湾的土地 环保奋斗 请问一下 不是到处还是在做排放废水吗 请问一下承诺有什么意义 如果以一个当今当家的 我们的大家长 请问一下我们还要相信她什么 你把它当作网友这些 KUSO的致氏文章 那个叫做道歉文产生器 这样就好了 你不要放太多的期望 你就不会太多的失望 你不要再去看她这些 笑一笑就好了 你在年底唯一的方法 今天有网友我在 我在po这篇文章的时候 他们就说 那你有没有什么好方法 很简单啊 好方法就是用选票啊 你要让这些人知道 这些政客 不会再用这种文章骗我们了 因为这都是你的弟弟 哥哥 我的爸爸 每一个人可能的家人 你可以容许一个人这样子吗 我不懂 为什么现在还可以 大家去觉得他做得好棒棒 今天明报还有一个民调说 他满意度现在还有47 有哦 在死了两个警察之后 你们还有47啊 我不懂 亮哥讲得很好啊 如果你今天是2016年 我也就算了 现在是2022年了 你已经做六年 你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推给马英九的 这一起我还没看到 我正在期待塔利班到底 最近又要把他推给马英九什么事 我什么都不讲 一开始就讲说又要补充 那个防弹1 然后又要补充 我问一个东西就好了 我帮网友问一个东西 跟警察这两天一直要我帮他问一个东西 请问一下 你们知不知道警察身上秘路器 是国家买的还是自己买的 你们猜 不会是自己买的吧 秘路器是自己买的 台湾在2022年 杀警夺枪案都17年了 我们现在秘路器还是自己买 不过昨天这个前行警 高仁和仁和哥有讲 他说很多的装备都是警察自套腰包 然后之前买进来 从美国买进来的防弹衣不合身 size不合不能穿 我多少朋友防弹衣是自己买的 对 对 一件十几万买啊 为什么 为了自己的家人啊 为了怕孩子看不到他啊 多少警察秘路器是自己买的 我跟各位讲 美国的秘路器是怎么做 公家配发 而且是整套的 理论上不是应该这样吗 他不是有枪带吗 你知道美国的秘路器做到什么地步 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警察 怎么保护 秘路器每一个人在那边枪带 这边有一格 你只要卡上去 出去就直接执行 回来怎么做 如果枪放进枪械室 秘路器直接卡在 像我们摄影大哥一定都知道 那种USB啊 卡进去然后他自己会上传 有没有 他直接卡在那个地方 所有今天的画面直接上传云端 所有警政云端 司法云端都看到 以后如果有任何争议 法官检察官直接按 调出来当初的画面 请问一下你还告警察什么 人家这样在保护警察 我们呢 秘路器自己买 手铐自己买 手铐那个随便针就会脱的啦 而且那是万用钥匙啊 自己买 为什么 防弹衣自己买 公家有配 我知道 但是东西有够烂 对都说不好品质不好 多少的东西是一买再买 一烂再烂 我刚刚告诉各位啦 连西装警察制服他们也有帮忙 但是没有一套可以穿的 你知道多少警察为了要大热天 或者是出去走路比较方便 那个买下心很难走你知道吗 叫人家师傅来定做 可是做出来的那个样子 那个品质有多差 这就是我们公标案 我们就是要对待警察 然后警察自己再花钱 自己去做衣服 请问一下我们警察整套身上的装备 除了枪之外哪一个不是自己买的 哪一个行业是这样你告诉我 你如果在红海上班 在保全公司上班 整套东西还要你自己买 你会上班吗 我们警察上班 不但上班 而且做得比谁都认真 为什么这样也会讲说这是我的菜 因为我跟着警察十几二十年了 他们不会因为这些装备 然后嫌弃东嫌弃西 抱怨完之后继续办事 没办法保护自己 就自己掏腰包 也没人敢去抗议 也没人留言 这几天有人留言吗 没有 然后每天还记彼着以前的警察 我告诉你 要帮警察 第一个密录器先帮他买好 我今天就公然要求 徐国勇 我希望看到你讲的是 密录器政府帮你出 就这个东北 其他不要跟我讲那么多 什么防弹衣什么 那个放后面 密录器先来 最便宜的 可以把统一采购 14个小时的 16G的 随随便便才五六千块 比防弹衣便宜 但是可以保护这些警察 有多少人你知道吗 先把密录器交出来 没有多少钱 也不用七万警察大军 每个人都配 两万三万个外勤的 有就好了 一个才五千块 多少钱就可以保护这些警察 你做了没 不要在那边跟我讲这么多啦 什么刚刚那些要全部补齐 一件一件来密录器 那很多警察因为没钱 买那有两三千块的 路个一个小时回去 又要再重新再调 没钱啊 因为刚刚出来警察 他刚领薪水 他现在有多少钱买一套 两三万块的密录器啊 他没办法啊 他自己自掏腰包 我们国家怎么对得起这些警察 然后还要死了 然后各位 前面讲的是他还活着的时候 请问死了之后他们有尊严吗 戏子杀紧夺枪案到现在没有伏法 请问一下你对红丛男的家人 你怎么交代啊 更不用说你们看到的是戏子杀紧夺枪 千惠我刚出来跑的时候 一个叫林安顺枪击案 一个小队长带整个小队去查毒 结果被两个嫌犯 从车窗里面摇下来 蹦蹦蹦好几枪 小队长当场死亡中左凶 另外一个小队员 从脑门中中央贯穿 另外一个呢 左脚右脚全部都被贯穿 整个小队全军覆没 结果你知道吗 我们司法怎么对待他们的 我们司法后来判这两个嫌犯 总共刑责 我如果记得没错好像是四年 在死了一个警察 两个重伤之后 四年而已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 另外有一个人 他跟法官讲 这个不会是我开了 我手上没有枪 你看我怎么都没有 那个法官说那他无罪 另外一个呢 枪在我手上 但是你看我没开啊 那子弹都还在 我没开啊 所以他扮他 非法持有枪械 杀了一个警察 两个重伤 判不到十年耶 尊严何在 然后紧接着 我跟你讲这个小队 不是两个重伤吗 一个脑门贯穿 我们送他到处去找医生 找到一个开脑专家 花了三十几天 终于把血块什么 终于救回来了 后来半生不随 半生不随 每天这样起铁 然后组着一个拐杖 宋公文 他以前是查枪高手 宋公文也不打紧 你知道吗 后来我们也是到刑警队 看着这个他的背影 在刑警队的那个走廊上 然后剪影这样 然后一拐一拐的 刚好有一个他的长官 从里面走出来 经过我后面 我听到两个字 我早上直播就受不了了 你知道猜他讲什么两个字 掰咖 我真的是听到的时候 我不可思议耶 我们警察基层警察的尊严 为什么这么的卑微 帮国家牺牲了自己的左半身 换来长官两个字 掰咖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他在那边送公文 卡在那个位置 那长官觉得 我如果补一个更有能力的 不就好 不是 他帮你国家挡了多少子弹 你该杠固他一辈子 经常这晚上 睡不着觉 你很想要睡的时候身心放松 就会很需要这一瓶 茶胺酸来调节情绪 同时还可以增强您的抗压能力 现在下定的话 记得打上我的这个折扣码 CTI717 若于帮你来打折 我也蛮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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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休息